好,歡迎大家又來到十一的說話的時間 我們今天繼續來到英超總結 我們這次的主題就叫做難以厚望 我們今天會講三對球的 分別就是修咸頓、愛華頓和維拉 事不宜遲,今天我們繼續和阿松回顧這三支英超球隊 我們首先會講修咸頓 修咸頓其實他們今季和這幾季都差不多 他們一開始可能表現不錯 但是去到後來都是會有一點浮浮沉沉 或者是已經好像去到後半拍 有時候就有很多,這幾季都很多大敗的賽事 都是出現在修咸頓的情況 這個情況其實大家有看英超都會知道 就是好像有些球隊其實目標 就不想打歐洲賽,但是就只是想胡級 那麼就拿夠40分,通常就會開始盤屁了 很多都是這樣的,有時候有些球隊 但是其實他們今季都有幾個主力是走了 譬如他們的那個長人中堅維斯達哥 那麼走了,這個都會對他們有少少的影響 那麼另外丹尼恩格斯,大家都知道他其實上季都是修咸頓 修咸頓其中一個進攻的名物,今季也都過了維拉 但是其實他們在這兩個轉會那裏 他們有差不多五千萬磅的收入 也都買回一些球員回來 那麼譬如在車仔買了尼華文盧 那麼這個也都一夫當關在修咸頓 整個右閘差不多去打了 也都借了補茶過來 那麼兩個都是車路士的借帳 那麼另外也都買了一些中堅,是耳甲 那麼又買了這個阿當岩士堂 那麼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大的反差呢? 那麼其實一來我們都覺得 這個教練那裏,哈森哈圖 他一直都是踢4-4-2,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麼但是當有些球員重傷 或者有些球員狀態不穩 哈森哈圖他沒有很刻意改變那個戰術的 那麼當然我們都知道有很多德國教練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堅持在這裏 那麼你看看那些數據 其實修咸頓在迫搶方面的數據 數據是都幾高的 就是我今早看過這些報道應該是前陸的 他迫搶那個成績 就是那個迫搶數據 但是就始終球隊實力有限 那麼一飄忽的時候 那麼由他們聖誕節可能是中游位置 那麼慢慢慢慢跌下跌下跌下來 就是綁下游的位置 那麼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風扇 就是當有前鋒球員受傷 或者是有些球員狀態不穩的時候 他們只是依靠著隊長華特鮑斯 可能一個罰球 或者一個致命助攻 這樣就可能拿到一分 或者拿到三分 那麼長時間下去也都 就是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 那麼所以都想看看阿松 你覺得哈薩夏圖 那麼當然去面對著一些傷患 那麼門將那方面也都曾經要是 引用條例馬上去買入卡巴尼路 那麼哈薩夏圖 是不是要負上一個最大的責任呢? 那麼其實在奧地利人這樣去看 那個比賽下去 那麼你其實看到哈薩夏圖 其實都頗貫徹他那一套打法 其實你說對這一兩三年 收藍頓一直在調整的時候 一直不斷出售主力 也有買一些部分主力回來 其實那個戰力上其實 都會有平均的上升 不過可惜就是說 在風扇上 哈薩夏圖其實都頗喜歡用雙箭頭那種打法 但是問題是 恩斯走了之後 那個 埋門質素就比較跌波 跌得很厲害 那麼 除了我想阿東南士堂 今季有七球 不是 車阿當斯有七球 那麼阿東南士堂新加盟 那麼既然高價在暴力官過來的時候 但是今季的入球其實都是遠低於他的水平 那麼都是一兩球這樣下去 那麼當然那句保查來到 曾經令到修行頓都會帶出一面的希望出來 但是他重申之下都令到修行頓的前鋒 又要不得不得再要去改 其實曾經差度 要去到用到獵王 甚至阿尤素斯 這一名的挪威逆風 都需要有時候去客串回正前鋒的位置 那麼其實都挺令人擔心 雖然你說 克薩雅圖他們的前線 和 就是前鋒和逆風方面 其實都比較喜歡有一些的走動 互動性極強 但是無可奈何 真是埋門那一刻 你說阿當斯 阿當斯也好 阿當南士堂 埋門那一腳 都是不是說 讓人家沒有辦法有信心 因為補查的受傷 令到沙因朗子 其實當時借了他 搬離茅夫 都要回來 取一個後備直傷 到隨時要救 做後備殺手 這個情況 至於龍門方面 我想算是英超裡面 都是幾令人意外的一件事 就是說 修行頓這一兩季 都用盡了三個門將的名額輪流出場 上季那時候 我們會見到 麥卡菲 費沙科士達 甚至乎 你一隊 去了 諾碧治的古因 江恩 一樣 輪流都會有一定的出場機會 今季又是這樣的情況 跟麥卡菲 和費沙科士達 平均一齊分了一半的賽程之後 兩個門將同一時間 再一次受傷之後 不得不要立刻簽入 自由聲音卡巴尼路 都要嚇串兩三場 其實這個我想 其實都幾影響到 後防的穩定性 雖然今季的後防 中堅 一對中堅 貝蘭力 沙利素 其實都已經有一個默契 以及相當穩健 無可奈何 可能就 門將的位置 其實有時候都幾影響到 給球員的信心 這一個是 嗯 我也覺得沙利素 今季 是修咸頓其中一個 比較亮眼的 一個後防球員 就是 但是就 都 我覺得都是 有少少就是 看看你怎麼看哈塞哈圖 剛才我也想做少許根證 是德甲教練 我想說德甲教練 哈塞哈圖是奧地利人 我自己說錯了 但是 如果你以這幾季 這個修咸頓 譬如他們都經歷過幾時轉手 去過中國雙人那裏 然後又有另一個財團 又買了 轉來轉去 那麼他們 這幾季其實 無論誰教練教都好 他們都培育出 或者買入了很多很優秀的球員 但是當一些優秀的球員 在他們球會踢起了 然後被浩門叫 那麼 教練可以維持到 在英超 其實你可以說 都算合格 成績 不過 我們在想的一件事就是 新班主都沒有說 完全不投入 好像守財奴一樣 你買回一堆球員回來 當然 可能有時候 今季 不幸 或者是 怎樣都好 令到成績有少少不穩定 但是 我們有時候 都經常說 窮則便便則通 那 是不是 當球隊可能經歷一個很長的不勝 又或者是一個連敗 那你繼續 或者有時候可能極端一些 你 補柴重傷 跟著 岩士堂 或者阿當斯武表現 是不是真的要堅持打4-4-2 那這個都是 修咸頓球迷可以討論一下的一個地方 那不過 我想 如果 以 球迷的角度來講 貴美 這樣 不勝 甚至是去到最後連敗 那其實 就算是當年市督城好 或者是水晶宮 那些都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 你季初 或者季中 都 即是生一季 都是這樣的表現的話 他們都是有機會會換稅 所以 哈生客徒都要小心 不過 我不知道真是假 曾經哈生客徒都講過 說可能教多一兩季修咸頓 他都退休的了 那可能修咸頓都要想定就是 哈生客徒的更換人選 這個是 如果 都曾經這樣漏口風的話 其實 都要看看管理層究竟想要 一個怎樣類型的領隊去幫助球隊 因為有時候 如果這些位置 如果一做錯了的時候 隨時就會很影響球隊的運作性 或者是 那個士氣下去 畢竟現在 在修咸頓對球裡面 始終我們說 現在他 哈生客徒盡可能 都盡量運用原本的那11個 其實壓制了很多球員上陣 包括另外一個的蘇格蘭角的 史超岩士堂 法國的中場 迪亞奴 其實這兩個 都是在修咸頓都有一定的表現 但是因為戰術上的關係 有時候 要打一些不是屬於他的中場中間位置 可能要打一些邊線上 很多不少都會很影響到他們的上陣空間 以及他的表現 還有可能今季真的有一點特別 就是可能 那個邊線上 其實大家都可能見到 又說華奴隆回來 大概可能都想說他會多一些正選 但意外地 今季他的上陣次數都少之又少 其實可能他最後的選擇 可能華奴隆都是一個次選 或者是一個很無人用的情況下才會用到他出來 其實除了換稅的情況下 其實鍾前祥真的要很認真去考慮一下究竟 究竟修咸頓還要在逆風上 在前風上可能增購多一兩個人手 這個可能真的要 是可能最直接影響到成績那件事 因為其實你說他是不是真的很差 我又不覺得是很差 但是我們看到他入球數字的最多球員 就是和德包斯 其實重要的可能 都是真的像你說的 佛球幫到不少數上 但是前鋒的互動性進步就真的很少 好 那麼我們看看哈森夏圖夏季又可以 怎樣幫到這個修咸頓 因為隨著每支英超球會的投入越來越多 如果你固步自封的話 就很容易會報到諾域至搬離的後塵 那麼我們接著下去就說 我自己今季都其中一隊比較關心的球隊 就是愛華頓 那麼我關心他也是下半季的 那麼我們又是可以說兩部分 那麼首先就是已經罵到很沸沸揚揚的了 其實愛華頓愧初 安齋諾提給王家馬得利 叫他回去再次執教 那麼令到重整的愛華頓 又要去找新教練了 那麼找了歐洲的冠軍教頭 有奔利迪斯來執教 那麼大家都清楚就是奔利迪斯曾經帶領過同事的球會 利物浦 那麼所以呢 本身就已經不是很受愛華頓球迷的歡迎的了 那麼來到 好一開始好像很順風順水了 那麼買了一些球員回來 那麼也是平靚靚靚 也打得不錯的 譬如你說格雷 譬如你說唐辛 那麼一開始其實都好像很有表現 但是呢 去到後來 那麼當那個 就是新鮮感沒有了之後 那麼 愛華頓的那個成績就開始下降了 那麼 奔利迪斯也都很貫徹他的作風 他不喜歡的球員就清走了 那麼 佔士羅迪股斯那些也清走了 甚至就是 去到這個的 1月那時候 竟然是把迪利 是送了去這個的阿士東維拉 那麼變相了 去買了一個烏克蘭的 左閘回來呢 他都沒有機會用了 他就已經是被人解僱了 那麼其實 先說奔利迪斯上半季 他都有一些少不幸運的 那麼 上季的首射射手 這個呢 也是稍後想和阿松討論一下的 卡法利雲 那麼 長時間養商 那麼 那麼安祖高美斯 杜哥利 這些 就是進攻球員 或者中場球員呢 也都先後這樣不停決陣 那麼 另外 就是 新秀 湯大維斯那些 也都 就是沒有什麼機會可以上陣 那麼 再加上前面呢 你要只是用浪當啊 用 就是一些比較 比較少的 就是 就是 球員去擔當大棋 那麼 來來去去都是靠 理察理神 那麼 那麼 其實就是 你可以說 賓尼迪斯 有少少 就是 遇到雙兵潮 雙環潮 是 導致 球隊 的戰績 有少少不穩 不過 有些 球迷 都覺得就是 奔尼迪斯 其實 是 自己 拿來的 因為 我 阿松可能一會可以跟證一下我 如果他也是 這樣做的話 他真的該死的 我忘記了 他放走占士諾迪股斯之後 才發生 施駕臣性侵事件 還是怎樣 那麼 如果他知道有施股神 已經是因為性侵事件 不能踢 而他再放走占士諾迪股斯 其實就真的很搞笑 因為連一些 就是 他可以用的一些 進攻中場 或者創造型的球員都沒有 那麼我們可以先講奔尼迪斯這部分 阿松 其實 真的 有幫少少奔尼迪斯說少少 說他真的不幸 就是你說 盛規埃華頓裡面 15個球員 在不同時間受傷 其實都幾 令人幾沮喪 就是 還有15個人傷的情況 還要是 大部分都是佔了主力之一 所以這個 其實我也要幫奔尼迪斯說少少少 就是可能真的 那個樣子上 真的需要一些 就是 只能說他不幸運 但是 就是 他本身跟尖士諾迪股斯 本身都不是說很適合談的時候 本身一來到的時候 都 我想他必須都是 知道自己會走 所以其實都 我想都不會說太關施格神 究竟是前後上的問題 當然一句 施格神的事件 其實都幾令人影響到 愛華頓本身 多一個中場球員 多一個選擇 不過 大家又要看看 施格神這幾季 自從在熱賜 回到紫雲斯 你去到愛華頓也好 那個表現都其實 不是去到 他一直都走 從下方 我想相信上 因為本身那個 打法上 不再是 以他為重心的情 就是以他為 重心而將他擺在邊線上 其實都幾受到他本身的表現 那麼另外一方面 我們一直在看 斌尼迪斯的 打法上 我們都說 他是由中場位置開始打反擊做派牌 過往他在利物浦 以前就說有夏文、沙比亞朗素 去到車路士的好像有林柏特 後期去到紐卡蘇就由輸圍中場去打色 做第一個的刹動反擊 其實這個是一個 賓尼迪斯的一向一貫的做法 但是 奧華東本身不是沒有這班人可以做到這件事 不過很可惜地說他就說 德夫、高美斯、甚至乎連戴維斯 先後輪流 然後全季收禮的都有 其實都幾影響到 他在第一個派牌進去 你可能到後來 放回杜克利和亞蘭的時候 他兩個不是一個派牌營的球員 其實就令到 賓尼迪斯的戰術上 第一個體系就說轉手為攻 第一步就已經沒有了這件事 這一個就可能 就頓一頓 幫幫賓尼迪斯說一些好說話 但是 放走賓尼迪斯本身就是個人的私怨問題 就更加知道這件事 如果我們說在球隊運作上 這一個是不允許這件事 但是 如果你不放走他 他會不會在你對球上玩東西呢? 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如果你說 當然現在他不走 他會不會用心去踢呢? 就算他現在 賓尼迪斯留在這裡也好 賓尼迪斯不用他 就是不用他 那 這件事就 只可以說 幫他拿一點補底 但是他必須是 他的戰術上沒有什麼去改變 令到愛華頓一路跌落下去的時候 其實都要負上很大的責任 雖然 我就說可能過後防線上 今季文娜、郭妃、何姬 甚至乎新加盟的米高蘭高 甚至柏達辰高文 基本上全部都是輪著商下去 其實真的有些惡搞 這個防線上 甚至乎你說 門連長迫福特 都有兩場的缺陣 所以都 我都沒試過見到愛華頓 今年是因為這樣的傷兵影響下 都幾頹下 是的 那情況都幾嚴重 還有就是 我們可以順帶下去 說到林柏特的情況 其實 今季他們中堅或者後防那個 個人失誤是幾多 首先當然數 就一定是米高堅尼 米高堅尼 今季其實 只是看 他有一場 有時候會跟迫福特 即是撞一下 這樣 即是 搞到失誤 這些都是 在上下半季都會見到一些防守上面的一些犯錯 那另外就是 林柏特上任之後 我們又可以 講遠一點 那 其實林柏特一直 他踢那個踢法 在車路士 甚至是打給棍 他都很注重那個兩邊 長泉 那他所謂的長泉 就不是說 英式那種長泉急功 他就是 踢兩邊拉闊 這樣 然後呢 就 沒有什麼說特別 你說幼細那些 那些很直接的 那些球 那當然也會踢一下壓迫 但是 這個情況出現了是怎樣呢 第一場球 新氣象 那時候又有雲迪碧克 迪利亞利的家民 這樣就大勝一場 粥總盃 4比1 贏不封得 但是 之後他這一種踢法 在聯賽 被二次炒 去到粥總盃 對水晶宮又被人炒 然後 在一些很關鍵的大戰 尤其是對著一些 互級的對手 他 是輸 比贏的 但是 很諷刺的一件事 他踢這種高位壓迫 他對著那些強隊 是 不是 他應該這麼說 他踢這種高位壓迫 對著那些弱女 不斷地輸 不斷地輸出身後球 搞到他們拿不到分 不過他 對強隊 你看回林柏特的賽職 他稍為 就是放棄少少這種踢法 或者是放棄空球拳 做專注的防守 他下半季對強隊差不多贏了 贏車路士 贏曼聯 整場球很大 就是有很多機會的 對著萬城 最後給萬城入球 也都之後 只是輸過 就是強隊來講 只是輸過給 愛華頓 以及已經互級成功的阿仙奴 那時候就是最後一場輸 5比1 那你見到他在關鍵的時間 對著強隊 你想到他被人大炒的時候 他就會贏到球的 很諷刺的 那我覺得一件事 就是 當然 由伊朗財團入主之後 是花了很多錢賣人 也都買了很多不切實際的球員 投資是夠多了 但是我們一直針對一件事 就是愛華頓那個防線 其實我們 都會希望他有一點點換血 但是教練上面來講 每次就是收購 都是著重於進攻球員 多過防守 那就令到 是這一個的 愛華頓那個防線的質素 其實也有一點點美方如下 那 但是最後我再講一句就是 當林柏特他不堅持這件事 放棄那個位壓迫 對著強隊變成一個著重逢手 再打反擊 這樣他反而可以令到 是自己那對球呢 現在由可能五、六場不勝 去到最後呢 其實 在這個聯賽上面來講 他最後六場球 是三勝一和兩鎖 令到球隊可以呼吸成功 這一個 都看到他要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 你現在不是教育強隊 你要踢中踢法 首先你要有足夠的球員 滿足到你 是 那其實也是 那你說 剛才我們講的就說 他本身那個防守上那個問題 就是那個後防線本身是那個傷兵問題 都幾個影響 那 最正常 沒有傷沒有病那兩個呢 就是米高堅尼 以及已經 尼多水的青分球員莊組堅尼 前者其實作為都算是英格蘭國的資 其實他那個質素又 就不算是 值得他去拿到一個國家隊一個地位 甚至乎去代表國家隊 作為一個這麼高大的球員 有時判斷一些高波一些的難節 有時 你會見到他不是說很有信心 甚至乎是那種 很有黑的情況出現 其實作為 踢了這麼多年英招 他沒有那種大將的風範 相對地 受傷的文娜 你不論他當時會拍著賀基 甚至乎郭菲也好 只要大家看到有文娜在這裏的時候 總好過會看到堅尼在這裏 因為米高堅尼在這裏 這個其實都比較令人 寧願掛著文娜 也不會拍著米高堅尼 其實另外一個堅尼 可能因為那個合約上的問題 有時無可奈何的球隊 就真的很沒有人的情況下 才讓他上陣 其實他還要上陣的時候 都可能在踢左閘的位置 或者不是本身踢開右閘的位置 其實都幾 可想而知 其實你愛華頓就算他真的沒有 不同的族約也好 他都不是很想讓他上陣 其實有時候愛華頓這些鬥氣 其實真的很無必要 幸好 好了,高盟回來的時候 林佩特最後打一個叫三中堅 將高盟擺入中間 可能想純粹彌補米高堅尼的身後球 其實以一個臨時擺入中堅的高盟 都算是合格 但是一說到身高上 就可能始終都是比較舒適一些 但是就將那個 你不要說阿仙奴那場球 其實他已經將那個 失球數字都壓得很低 這個可以看到 你說去到水晶宮也好 輸給利物浦也好 贏車路士 贏里斯特城的時候 都是一個將那個失球數字都壓得很低 這個是林佩特轉了形的小成功 但是往後的情況下 你還如果想繼續 維持這班人的時候 你就首先要搞好第一件事 就是那個傷患的問題 畢竟你說現在裡面 就是文娜 米高堅尼 已經有一個很好的中堅 一對正常的中堅 如果他們沒有傷病痛的話 其實我都相信 文娜會擔任正選度極高 他的拍檔可能是郭菲 或者甚至乎何基 可能就想看林佩特的取捨 或者殺三中堅的時候 可能就是把米高堅尼放了 後備直傷亦不出的這件事 唯獨 後防上的問題 其實今季的風扇上 都頗令人擔心的事 其實你說卡法尼雲受傷之後 都頗影響到愛華頓的進攻體系 是不是 我覺得 你看回上半季 我們剛才講到說 卡法尼雲 大家都知道 他上季在安察樂壇手下 好像真的變了一個神風 大家都改了名字 叫做愛華頓的 李雲道夫司機 我們去看回 其實 奔尼迪斯 季初買的那些球員 其實都是一些 就是球會放棄 或者是一些 已經過了高峰期的球員 他可以用得厲害的 其實是他本事 但是 始終真的質素有限 剛剛阿松也說到 有一堆的雙兵 這裡也會影響到風扇的發揮 但是 去到 你看到林伯特上任 他其實也 托賴就是 李察利爾臣及時回勇 也救了這個拖匪幾次 這樣看下去 其實我們要想一件事 就是 其實 我當今季 愛華頓沒有主力球員 先走 他 林伯特確立那個風格 究竟是繼續打 他的高威亞迫踢法 即是新一季 你覺得自己有本錢 不是護級 可以由頭來過 你還是要注重這種踢法 當然 當然 林伯特去提拔新人 也有一手 看看他在愛華頓的清分 看看他裡面 找不找到一些好人 那麼 哥頓這些 一早就已經上了大台 那麼 他繼續給他機會 那另外 就是 看看 如果他肯改變 踢法 打穩手突擊 這樣 愛華頓又會有一個什麼 景象呢 始終 我覺得 班主 扔了這麼多錢 下來 你 怎樣去說服班主 再給錢 你去狂棍 這個我覺得 也是一個 很大的重點 你 其實 老實說 大家看到 一些報道都說 其實愛華頓這幾季 花了兩三億買人 但是 依然 我們在歐洲賽 那個位置 是見不到 愛華頓的名字 那你是老闆 你也生氣 是不是 那究竟 還會不會扔錢給你 這個是一個問題 但是 我覺得 我不知道阿松 認不認同 就是 如果 林伯特 去肯 改變 那個方針 當然 前提下 其實 董事陳 董事會 是不是 那些 引入的 球員 那些方針 究竟有沒有跟教練 談好呢 或者是 有沒有其他 就是去問教練 想要些什麼人 那這方面 其實管理層要做得好些 如果不是愛華頓 其實 最後可能 都是 失敗收場 那 都有機會 因為 如果 就這樣看 貴中加盟 借用的球員 好像 阿加斯 就 迪利 和雲迪比 其實三個球員 老實說 反而 你說 放在 賓尼迪斯 那個陣 裡面 可能會更發揮得更好 但是內閣 現在轉了手 給林伯特的時候 三個 其實來的作用 我想 雲迪比 那個 狀態可能 會比 在萬年好些 但是相對地 三個都是處於一個狀態差的情況 其實 令到林伯特想用他們的情況下 都不是說很高 還有 在貴中 除了米高蘭高 韋胡阿蘭國 除了因為武肺停了兩場之後 其實都保持有上陣機會 那 阿加斯 阿加斯 迪利 其實基本上上陣次數都是寥寥可數 其實可能出場 都可能是 原場前的十多分鐘 或者幾分鐘上陣 那 雲迪比 都會偶有一些正算 其實都 可以說是唯一一個 叫做兩點出來 其實 就是說 林伯特和管理層那裏怎樣 反而我又真的覺得 管理層基本上其實都 就算你看到 伊朗籍的英雷雙人 其實都幾開明 大家基本上 如果你不是真的 使得他覺得 很有質疑性 其實他都 一向都幾支持球隊 那 這是一個事實 但問題是 上陣 風扇上那件事 就是因為 你說 李察利神 卡伯露雲 甚至乎 尖士羅迪布斯 打得好 其實老實說 如果不是卡伯露雲 很願意做一個背向 得住中堅 回波 走位 拉空這些位 其實 你說今季如果 卡伯露雲 保持著武商 如果有這種表現的情況下 其實你會見到 李察利神 甚至乎 唐辛 隔雷 都會有一些 亮麗的表現 其實如果 你說很不幸 那句 卡伯露雲 受傷 其後 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 要把隔雷 放在一個正前方的位置 但是 那個表現 又未如你想 其實去到 無可內何 真是放了 朗道出來 但是 本身就是 朗道是一個 後備的選擇 但是 不可能 他那個狀態 自從從中超回來之後 一直都起不了 甚至乎 是沒有什麼 去幫助 那麼 大後備的杜辛 更加之 不用說 他簡直 兩個基本上 大家都是鬥無態 這個都幾影響到 愛華頓風扇上 想去一些轉變 但是轉變不了的東西出來 可能 李察利神 真的在中間那段時間 擔任一個前鋒的位置 其實 入到不少球 但是 他有一樣 跟卡帕路是不同的 就是 他如果 他是單對單局的個人速度好 但是如果 當背向 中堅 或者防守球員拿球的時候 這個 情況 不是說 太理想 始終畢竟他不是說 新型局 以新型 去 去做一個 質素 但是可能 速度上 就是技術上 去彌補他的身體質素 這個可能就是要留意的一件事 你現在可能會看到 隔壘打中 還有前鋒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麼 唯一 金偉的亮點就是 哥頓 打氣了哥頓 那麼 跟唐辛 跟隔壘 甚至乎李察利神 輪著在風箭上走位 其實 哥頓有些的入球 令到球隊 得到一些的 聖像 其實都是幾令到 今季 我想愛華頓是其中一個的 安慰 其實都是 都是 就是 除了哥頓 我也 找不到 這個 有些什麼的 因為始終你說 包括位置 其實就沒有很多的機會 但是 也是愛華頓一個 重點培育的一個球員 那儘管看看林柏特 這個 那個隱瞞是怎樣 因為 現在其實 你說他們 都針對一些 中堅買人的 譬如想買達哥夫司機 都是一些中堅的人選 也是一些曾經被寄予厚望的人 但是 我想 你說 達哥夫司機 和米高堅尼 分別在哪裡 或者是級數 是不是差得很遠 那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個 其實在領袖型的球員 來領著愛華頓的防線 這個我們可以 真的等到愛華頓買了些什麼回來 我們再去看看 他有什麼不足 好 那我們 我們跟著 最後今天講的一支球會 就會是 雙特 另外一特 執教的 阿士東為奧拉 當然 也是有兩層可以說的 我們 今季英超 很多都是 炒過領隊 換過領隊 那麼 這個 顛絲物夫 一開始 那麼他 上季就升班工臣了 那麼 那麼 加利薯上來 也都大爆發 那麼 最後引導呢 是 就以這個 一億 一億二千萬 左右 就收購了這個 加利薯 那麼 班主也沒有收收了錢 其實也被 在電視物夫買了很多球員回來 那麼 譬如 我曾經 我曾經很寄予厚望的 拜利 這個 額馬家國腳在 利華古信過來了 那麼 另外也買了 恩格斯 那麼 也三千萬磅 那麼 佐陽又回歸 跟著又 張帕斯 那 跟著 當然 維拉 有些更加重要的收購 不過就不是電視物夫買的 那麼我們稍後再說 那麼 好了 首先 我這次想給阿松說一下 你覺得在那個位置 其實電視物夫被解僱 是否合理呢 其實都是合理 因為其實 我據說 如果我們說 駱惟治的那段故事 我也曾經說過 電視物夫那個 戰術變化 是 多得來的時候 而那個默契度 不足 唯一的 唯一的 維拉 跟駱惟治有一樣 不同的就是 駱惟治本身 有一班球員 是比較有默契 所以可能 在那個 戰術上 他輪換 改變 可能是會 比維拉 好一點 就是那個 磨合度 但是因為你今季 買了不少球影 貝安迪亞 利昂拜利 其實這兩個 今季是一個 阿士東維拉的重點收購 其實這個是 想彌補加列薯的離隊 另外 恩施的加盟 就是因為剛剛遇上 屈堅斯的受傷 其實都是一個 作為前鋒 的 替換 或者是輪換 的人選 其實都是很合理之外 但是 無可奈何 就是 戰史密夫 在進攻上 就好像 買了一些很有聲味 或者是一個 攻擊型的球員 但是他就永遠忽略了 在中場上的防守方面 其實可以看到 諾域治的情況 和你剛剛在維拉的初期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上位就說 雷斯 杜格拉斯、雷斯 麥堅 其實兩個 在中場上 走上走下 是一個不錯的 不錯的攻守 但是當然 那句上位 的維拉 是因為 都幾打進攻 其實基本上 只要把球交給加列薯去搞 已經是把 他們兩個工作上 不會說有太多的 去做 可能最多 麥堅想多一點 去做一個後上的後上方面 但是今季的不同 就是把加列薯賣掉 然後把貝安迪亞 又沒有磨合到最佳 同時間 丁斯密夫 看到一輸球 不太對路的時候 就把四人防線 改為三人防線 本身可能 明斯、光沙本身 都是一個革慣甲術球員 就是借賣道安斯比 其實都是革慣甲術 但是奈何 當他們被人打過身後球 太基 甚至是剛剛加盟的卡薯 防守上的默契 也不是很足夠 其實就算你說換了人之後 換了陣式 踢法又不同了之後 其實只是把防線壓上前些 但是問題 濕波的情況沒有改變 還反而嚴重了 這一個 丁斯密夫被人解僱的原因 我相信本身是 打不出他們應有的水準 其實 真的被圍拉的高層去炒 是預期之內的 只不過是 這麼早時間 你說十月左右 就立即炒 十月十一月的時間炒 就真的 圍拉都可能真的 真的怕去到季中 沒有人去接手 還沒收拾 其實也挺影響到 那個隊伍的發展 這一個可能 圍拉是比較決斷 這個 管理層很少會有這樣做到 嗯 同意的 那麼 其實也是一個 很多小球會出現大明星之後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可以一個球員 換可能六七個球員回來 但是磨合不了 磨合不了 磨合不了就糟糕了 磨合不了 就是對球會浮沉沉沉 以及要承認這個踢法 那麼 就是丁斯密夫一開始 其實他都不是打三中堅 他上一季其實一直 都是依賴著嘉莉樹 其實都只是打一個4-3-1-2 或者4-2-3-1的陣式 但是 好了 他 就是對球開始 運動不順 開始亂了 那時候 開始 就是 都要試 要變 那麼 開始打三中堅 那麼 他其實試過打 3-4-1-2 3-4-3 那些陣式 都試過 但是 都是 不好 是吧 你說江沙也好 你說 喉斯也好 那麼其實他們都不是很熟習 三中堅的打法可以這麼說 所以就 編到 維拉 我同意阿松說的 說法 要變 球變 球變其實是其中一個 互給的一個方式 不是叫你好像以甲那樣炒 但是有時候就真的 你貴宗或者這樣炒一炒 激活到球員的新鮮感 有時候就真的會做到一些事情 那麼 好了 因為其實D史密夫呢 他10月左右 11月就已經被人計算了 所以呢 嗯 他的環節會比較短一點 反而就是落到謝拉特那裡了 那謝拉特一來到 那麼當然 他拿著一個什麼的體系呢 蘇超冠軍 也是近年蘇格蘭球會 歐洲賽的表現裡面 他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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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帶著 加德斯哥流浪的時候 其實歐八杯是出到線的 就是已經是出到線了 你要知道 雲波賀斯之後接他手 都能進到歐八決賽 那麼你就見到 其實他運動到對球很熟 的謝拉特 也都可以打破到 謝路迪在蘇超的壞斷 那麼這個我們有機會再跟阿松說一下 謝路迪和格蘭之間那個 即是對翼 那麼我們現在說回 好了 他來到 轉了打一個 4-3-3陣式 那麼一開始 就是 我記得好像幾 我現在 好像是 四場球裡面 贏了三四場球 去五六場球裡面 立刻帶來維拉 在由綁下游的位置 升上來 那麼 對著舊東加 其實都是去到最後一刻 才是 輸的 就是對著利物浦 好了 他的踢法 當然是很具侵略性 還有就是 都幾爽 那麼 好 去到冬季那時候 買了古天奴 哇 那時候那對維拉 真的不是開玩笑 頭幾場古天奴 真的好像球王附體 那樣帶領這個 阿士東維拉 是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那麼當然 不過去到可能 大家都知道 去到這個 就是 四月 四月 就好像跌了 沒有東西搶了 有一樣東西 首先就是可能 他在季中 冬季 買了這個 古天奴過來 其實就 大家都知道 古天奴的內設 或者是比波 軟射 其實都有一定的水準 跟著也就是 今季你有積極攔絲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中場配搭 這樣是令到 還有墨堅 那是令到維拉的那個進攻 或者是那個中場創造能力 是有一個很大的提升的 那 但是好了 我最後講完就是 為什麼最後會搞成這樣呢 就是當對手動式了你的踢法 其實維拉的那對中堅的表現 都是有一個大 有一個小問題就是 不是太穩定 那這件事情其實都 或少會影響到這個 就是維拉的表現性 譬如我講明師也有 是不是 暫時他對著車路士有一球球 是不是 有一個很嚴重的失誤 就導致車路士入球 那麼 在英超賽場來說 一個失誤就喜歡致命的了 那麼 另外就是 這一個的 京師 那麼 今季重磅收購回來 他又踢不回 好像 這一個的 就是 修咸頓那時候 那麼穩定的一個表現 那麼我自己覺得 你說 謝拉特 其實就 都收貨的 但是 有什麼可以改善呢 其實 其實當謝拉特 上任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就是 將 拿金比 擺回到一個防中的位置 其實 都很影響到 謝拉特 擺排陣方面 但是 其實 有很諷刺的事情就是 拿金比其實是 史密夫買回來的球員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怎麼用 因為如果在整個中場裡面 都是 幾句一個 走動性侵略性強的球員 那麼 拿金比 那麼這一位 就是 尊巴武衛角 其實 就比較防守性上 多一些 那麼其實 就是如果我們 當 格拉斯哥羅郎 將那一套 四三分擺回來 當時 打在那個防線上 第一個 就是 阿仙奴的 薰蘭角的 卡馬拉 現在的情況 就是把拿金比 擺回去 這個防守 線上的前面 進去 其實他打到 只要 就是 把小小的撥亂反 剩回去 剛剛做的那個位置 他已經 將維拉 那一對球 推送了 推送了 之後 就 比較諷刺的 一樣 原來 史密福就 忽然是 一些防守性 強的球員 但是放一些 很有進攻性的 球員 當然 那句 因為 加利蘇的成功 令到 他都幾 想 穿快一點 握 貝安迪那 甚至乎 李岸 放下去 但是效果 濃厚反處 其實 這個是 借拉特 第一個 第一個 上陣 用 和史密福 任內 用的 不同之處 比賽 那 多勢 真的要重新整理 藍絲 麥堅 杜加拉司 其實這三個中場他們要鞭附了一個叫做 一起進攻一起防守 但是他們都會是 不是說同一時間三個一起上去 就可能就會變成說 哪一個上去哪一個投下來 這個就在那個防守上的溝通變多了 但是又變了另外一個就是 始終他們沒有拿金比那種的攔截 甚至那個身體質素 可能始終在那個防守上 可能走動上多一點的 多一點的 走得步 但是 沒有了拿金比那個位 其實就幾影響到直接影響到 江沙明斯那個防守上面的 另外 迪尼來了 其實把太基就外借了出去紐特蘇 這個做法相當穩定 其實也把艾樹里陽格上陣的次數再一次壓低了 雖然他說 艾樹里陽格可以打逆方 可以打個閘位 但是因為 始終你去到這個年齡上 其實如果今季都懸弱已經來到這隊 如果我要這樣再撞容你的話 其實都要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表現才行 但是你今季看到艾樹里陽格的表現都是普普通通 那你說古天奴落下來之後 其實將那個 嘉莉樹的位置完全全是取桌了 那麼當然他 吉拉特都很了解到古天奴的特性 那麼其實都解放了 曾經解放了恩斯和屈堅斯同場 同時間落場的表現 其實兩個都那個互動性走動 那個配合都是相當之高 但是奈何了 真是的 恩斯和屈堅斯再一次受傷之後 吉拉特就把貝光迪亞和古天奴 同一時間放進去的場邊 其實反而沒有一個叫做排斥 反而我還覺得有些挺合拍的 反而你看看最後那一場 就是對曼城的賽事 其實如果不是古天奴突然間被換出的話 其實可不可以曼城有沒有機會得到冠軍呢? 其實這個可能真的 就是一個可以值得的談論之一 雖然那句他想換拿金比去做一個防守上的一件事 但是 有一件事就是本身因為 曼城的防線都要兼顧古天奴的進攻 但是因為你抽走了他之後 變相了 防線壓力不大 但是令到他們開始可以做到一些組織之外 而且不用說太過有個重心去防守古天奴 變相了可能那個防守 就是令到曼城不用說太過去怕古天奴 或者阿士多威 其他球員 這個是一個轉捏點 這個我會覺得是一個轉捏點 嗯 那場球都真的 真的幾關鍵 因為事關 古天奴出去了之後 曼城就連拍了三顆 那這個我想也是一個經驗 因為始終你說 以謝拉特的執教經驗來說 那他還算是一個新人 那可能這些都是一個 當是交學費 那我就 我想維拉贏 真是贏謝拉特的名氣 那就可以買到這麼多 或者借到這麼多好的球員過來 那也你說 那看到謝拉特和林伯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 謝拉特去堅持自己的風格 那但是他好像呢 就可以在風格和陣容的合適度上找到一個平衡點 但是林伯特就一開始就未能夠 那 所以大家都看到那個分野 那其實你說維拉雖然最後那個排名不是很高 那但是 一直來講 他們都沒有一個很大的 降班威脅的 那相反 愛華頓就曾經 在林伯的手底下都跌到下去 第十九位 第十八位左右 那也是最後才升上來 那有一點點分別 那當然 下季兩個才見真章 那謝拉特也給林伯特多兩個時間去執維拉 那可能這裡也有一點點分別 那今天就 三支球隊都略略地跟大家分享過了 那有一些 有些教練就是比較死板 有些教練就在錯誤中反省 也有些教練呢 其實是帶到一些新的風氣給球隊的 那我們下一次呢 就會繼續去講一下其他的英超球隊 有三支球隊呢 尤其是教練 可能一直都會被人取笑 又或者是 本身那隊球隊都已經一次死碎了 但是他來到之後呢 也可以幫到球隊 甚至是自己平反 那我們下次的英超總結時間 再跟阿松談過其他的英超球會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